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那就两顿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听过这句调侃 火锅是中国人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代表着团聚和欢乐 再多的糟心事在一锅热气腾腾的火锅面前 都能得到缓解 人们喜欢火锅 国内的火锅店卷起来也是真的很 就拿重庆来说 仅这一座城市 火锅店加起来就有3.2万家 相关从业人员几十万 竞争相当惨烈 于是有个重庆妹子琢磨 要是把火锅店开到海外怎么样 说干就干 一开始 她的火锅店面向的主要是华人 致力于让海外华人有机会品尝到家乡的味道 但如今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味蕾被调动起来 来店里吃饭的外国面孔已经超过了七成 她说就像小时候母亲培养了我们的饮食习惯 我也在努力培养很多外国人的饮食习惯 她叫刘梅 她的火锅店叫刘一手 截至目前 刘一手火锅已在全球开设了1500多家门店 遍布美国 阿联酋迪拜 加拿大 法国 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年营收超30亿元 获凭中国十大火锅品牌 刘梅的目标也从让华人吃到家乡味 变成了把中国美食 中国文化传播到全世界 曾经的刘梅只是个农村姑娘 就连刘一手这个名字 都源于一个悲伤的故事 她始终坚信 火锅是熬出来的 人生也是熬出来的 越熬越精彩 大家好 这里是第五情报站 今天就带大家了解 刘梅是如何通过火锅熬出精彩人生的 刘一手三个字起源于刘梅的哥哥刘松 1994年的一场车祸 让刘松失去了左手 那时的刘梅22岁 在北京一家机械模具厂当业务员 听闻噩耗后 她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 兄妹俩感情从小就很好 眼见哥哥意志消沉 刘梅心里很难过 为了帮哥哥走出困境 刘梅索性辞掉工作 和哥哥一起在重庆石桥铺开了家饭馆 哥哥残疾了 我就是家里的老大 为了这个家 为了爸爸妈妈 我一定得加倍努力 饭馆不大 二十来平米 十来张桌子 早上卖包子 稀饭 中午卖炒菜 送盒饭 晚上卖火锅 他们生意做得实在 包子个大限足 稀饭免费赠送 吸引了不少顾客 生意的红货让刘松 渐渐重拾了信心 兄妹俩一商量 决定扩大规模 开一家火锅店 于是他们在离饭馆不远的地方 租下了一间一百来平米的门店 开店前期投入巨大 兄妹俩没多少钱 为了省钱 他们曾半夜跑到建材市场 从垃圾堆里剪别人不要的瓷砖来铺墙面 他们想给店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 却迟迟想不出合适的 后来刘没琢磨 不如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 就叫刘一手 而且与刘一手谐音 方便好记 就这样2000年底 第一家刘一手火锅店开业了 由于是新店 很长一段时间店里顾客都少得可怜 后来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 又赶上过年 生意愈发冷清 餐饮业流传着一句话 叫神仙难过二三月 意思是二三月赶上年节 家家户户吞了不少大鱼大肉 下馆子的自然就少了 周围人半开玩笑地跟刘梅讲 你的店开不过三个月 刘梅表面没说什么 心里却暗暗叫上了劲 我偏要开三个多月甚至三年 那时大概没人会想到 这家冷冷清清的火锅店 日后会火遍大江南北 成为中国最大的餐饮连锁集团之一 为了让火锅店活下来 刘梅每天站在店门口充当迎宾 招呼着过路的行人进来吃饭 刘松泽每天扎在后厨 起早摊黑地配料炒料 努力研究火锅配方 他们始终坚持当年卖包子时的诚信 实在 即使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 也坚持使用新鲜食材足量供应 一来二去 回头客多了起来 名声也渐渐传开了 两个月后 顾客已从饭点时的两三桌 增加到了十几桌 店里终于有了人气 回忆起那段日子 刘梅至今仍无限感慨 那时真的没有什么宣传手段 靠的纯粹就是味道好 分量足 食材新鲜 味道好 分量足 食材新鲜 这三大要诀成了兄妹俩制胜的关键 他们靠着这些诀窍 把火锅店慢慢经营起来 生意日益鸿祸 2001年 刘梅考虑以重庆为核心 到更多的地区开拓市场 她来到四川华营 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 看到相隔不远有两家火锅店 一家生意火爆 宾客满座 另一家却是冷冷清清 门可罗雀 这种情况下 一般人大概会选择那家生意火爆的店 尝尝到底是什么味道 刘梅却反其道而行 走进了那家生意不好的门店 她点了个锅 一边吃一边四处观察 很快就知道了这家店生意不好的原因 但她没有上赶着告诉老板 而是掏出一张留一手火锅店的餐巾纸递给老板 告诉对方自己也是开火锅店的 如果感兴趣可以来重庆找我 我可以帮你把店开好 还没等刘梅回到重庆 老板第二天就急匆匆找到了她下榻的住处 向她虚心取经 刘梅这才给老板详细指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如店内灯光发白 火锅店要用暖光增加食欲 没有锅器 锅底味道不好 菜品不新鲜等等 刘梅已极强的专业性 说得老板心服口服 在刘梅的指点下 老板用了十天筹备重新开业 短短一个月后 生意好的就排起了长队 由此 刘梅在业内一炮而红 这家店也成了刘一手火锅的 第一个加盟店和样板店 吸引着更多的加盟商慕名而来 凭着良好的口碑和口味 加盟店以每年几十家的增速稳定增长 到2009年 刘一手火锅已在全国拥有加盟店500多家 成为川鱼火锅中的佼佼者 随着加盟店的增多 刘梅渐渐意识到自己在管理上的缺陷 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他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进修 还安排公司所有高管去学 后来又让所有的供应商去学 进修的目的不仅是自我提高 更是保证同频 降低沟通交流的成本 如果只有我去学 回来后可能我的境界高了 但高管们不理解 安排的事情执行不到位 供应商更不会去配合 靠着集体进修深造 留一手火锅进入企业发展的正轨 更重要的是 这种自上而下的高效率沟通 让刘梅有时间腾出手来 去干更多的事 2009年刘梅到迪拜旅行 了解到这座建在沙漠上的奢华城市 有超过10万名华人再次逃进 他突然冒出个大胆的想法 为什么不把火锅店开到这里来呢 一来能让远在异国他乡的同胞们 吃到家乡味 二来也能增强刘一手的影响力 把品牌推向世界 很多外国的餐饮企业 在国内赚我们的钱 我们的餐饮也应该走出国门 去赚他们的钱 抱着这种最朴素的念头 刘梅开始筹备海外分店 他是个行动派 从工商注册到商标注册 从签租赁合同到店面规划 他只身一人在迪拜统统搞定 2010年10月1日 国庆节当天 刘一手火锅第一家海外店 正式在迪拜开业 刘梅将一面五星红旗 高高挂在店铺门头 心里充满了自豪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 我代表的是一个国家 迪拜店开起来之后 刘梅回到国内 平日里用QQ与店员们沟通 把物料从重庆往迪拜运 但没多久 他的一腔热情就被兜头泼了盆冷水 由于缺乏海外开店经验 管理半径过长 且高估了人性 他的店被店员们逐步侵吞 一度丧失了主权 为了拿回店铺 他一次次飞往迪拜 踏上了长达五年的维权之路 他几乎跑遍了迪拜的大街小巷 包括警察局 劳工部 法院 乃至大使馆 他不懂英语和阿拉伯语 只好请翻译协助沟通 再加上机票车票 住宿费等 各项开支加起来 维权的成本可能早已超过了店铺本身 但刘梅从没想过放弃 不争馒头 争口气 这是他在海外的第一个点 对他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也关乎着留意守未来的海外拓展之路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经过漫长的维权之后 刘梅终于夺回了店铺 这件事给刘梅上了重要的一课 他还专门总结出了一套 海外开店的梅花宝典 自我调侃 古有葵花宝典 金有梅花宝典 它的宝典里有三个关键点 一是海外开店一定要组建核心管理团队 不能是松散的 因为很多时候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 二是要搭建数据平台 能实时掌握海内外各个门店的经营数据 及时进行决策和调整 三是要打造企业文化 在刘梅看来 企业文化对凝聚人心非常重要 所以他和团队会定期飞往海外店 去传播中国美食文化 传递刘一手的企业文化和品牌故事 让海外团队感受到温暖和归属感 靠着这些在实践中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 刘梅将留一手火锅开到了更多的国家 在欧美、日韩、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都有分点 在她的推动下 越来越多的老外爱上了火锅 爱上了独特的中国味道 赚钱的同时 刘梅和哥哥从来没有忘记社会责任 刘松当年因为残疾 到处找不到工作 没有哪家公司愿意收留他 兄妹俩深知残疾人的不义 所以在事业稳定后 他们创办了公益火锅品牌 刘一手新火锅 正因为自己淋过雨 所以更懂得帮别人撑散 这是国内第一家无声主题火锅 里面的服务员80%以上都是聋哑人 起初的时候 很多顾客不理解 甚至排斥 但当了解到背后的故事后 很多人深受出动 开始逐渐理解和接受 甚至有顾客会专程带着孩子来 到店里做义工 门店盈利除了用于员工工资 和日常运营外 剩下的全部投入到 扶持残疾人的公益事业中 刘梅说 创办新火锅 不光是为了解决残疾人就业 我们也希望用它来传递爱 让爱延续下去 影响到更多的人 截至目前 刘一手心火锅已在全国开设了80多家店铺 解决残疾人就业4000余人 帮助他们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2020年疫情爆发 餐饮行业受到巨大冲击 刘梅的火锅生意一落千丈 他咬牙努力扛着 没有裁员 也没有缩减员工工资 每天一到上班时间 他会组织员工线上打卡 内容包括学习 以及跟家人沟通相处等 鼓励大家不要慌 这种特殊时期的有序组织 成了留一手集团员工们的定性丸 让员工们始终有目标 有归属 生活也多了几分底气 此外 刘梅还捐出了上百万元的款物 并积极联系各家海外分店 为国内输送防疫物资 从法国和迪拜 运进了一万只3M医用口罩 在疫情初期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今 刘梅已在火锅行业深耕了24年 在全球开设了1500多家门店 除了留一手火锅 留一手新火锅之外 还创办了流口水爬牛肉火锅 61度火锅 流口水小面等多个品牌 集团连续多年居 中国餐饮百强企业前十 并融获中国火锅十大品牌 中国名火锅等诸多奖项 平日里 刘梅除了集团日常的运营管理外 会飞往全球各地 到各分店实地考察运行情况 看到门店内坐无虚席 以至于自己因突然造访 而没餐位只能排队时 她会非常欣慰 她说 就像当年麦当劳 肯德基 进入中国时受到大家追捧一样 我希望刘一手也能成为 外国人争相追捧的对象 一家家伙时尚或简约或奢华的门店 不仅成为当地的中国火锅网红店 也成了连接中外文化的桥梁 一手麻辣共享全球 它以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刘一手为目标 正努力带动中国美食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绵长底蕴 刘梅始终信奉着一句话 火锅是熬出来的 人生也是熬出来的 火锅越熬越香浓 人生也会越熬越精彩 而现在 这个贫苦出身的农村姑娘 终于熬出来了 火锅越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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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